如果看到我的IG就知道 上個禮拜開賣的時候 我就跟去年一樣的不順 無論是網頁版還是app版 我都有同時開啟 而且一直在刷喔 然後又找了好幾位的朋友幫我一起搶 只能說這真的有部分還是要靠運氣啦 因為像我們這一群人裡面 有的人是8點04分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到那個購買頁面 那我自己是在那邊拼命的刷 刷到8點29分 然後三台裝置都沒有進入到購買頁面 所以你到了那個時間點8點29分 你也知道說自己一定搶不到首播的了 那今天早上去信義區那邊我們晃了一圈嘛 那只能說蘋果還是蘋果 iPhone 15很多人說沒有什麼升級 很多人說變貴了很多 但是排隊的人潮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好扯 我現在還沒有到信義A13的蘋果店 在iStore這裡 也這麼多人在排隊 Costco iStore FIAC 你都可以看到滿滿排隊的人潮 那我今年是沒有去Costco排隊了 不像去年那樣子 那還好 我有神通廣大的愛潮 在他的大力協助之下 也讓我在今年 第一天的時候 就上手了iPhone 15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來開箱吧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預告的一樣 我買的這個版本 是iPhone 15 Pro Max原色太金屬 256GB的版本 除了因為我自己真的比較喜歡旗艦的機型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今年 PRO系列讓我感覺到 好像真的有PRO到 例如說可以外錄 可以拍攝PRO X LOG 4K 60fps的錄製規格 5倍的光學變焦 可以拍攝到那一種壓縮感的鏡頭 然後還有USB 3.0的傳輸速度 雖然說USB 3.0 我不認為是個PRO的功能 應該是早就該有的事情 那PRO版還可以再透過運算 能夠拍出玩攝影的人很喜歡的28M 或者是35M這樣子的一個焦段 那這些都有打到像我這樣子的一個族群 就是影視創作者的使用者 感覺上真的有把PRO系列跟一般系列拉開差距來 那我覺得對於我這樣子的使用者來說 是有感的升級的 相較於去年我們在開箱14PRO的時候 我記得感覺好像沒有太多升級的感覺 今年在功能上面我覺得是有感的 那之後幾天我也會實際的帶著它 來去拍攝VLOG 或者拍攝外景 看看它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台很好的B CAM 所以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觀看更多的實測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那我手上的版本是原色太金屬的版本 它今天採用的外盒是白色的版本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去Apple Store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了四款顏色了 準備囉 真的是 真的是很漂亮這個顏色 我必須說我們今天在現場看到的四個顏色裡面 Pro Max的四款顏色 我真心的覺得原色太金屬的版本 跟它的搭配是最好看的一個版本 PRO系列它今年的四個顏色 我覺得都是走一個沉穩的路線 除了就是典型的黑白雙色之外 那另外就是它的藍色太金屬 跟這個原色太金屬都是比較沉穩的路線 我在網路上面有看到其他人說 藍色太金屬感覺不是他們的胃口 但是我真的覺得顏色這種東西非常的主觀 我自己在現場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藍色超美的 唯一一個大缺點就是 它的邊框這邊 就是它所謂的太金屬這邊的邊框 是真的比較容易沾染上指紋 就是你指紋按上去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黑比較髒的感覺 要不然那個很深的藍色 幾乎接近黑色的那個藍色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沉穩 而且高質感 那我個人的排名第一名 當然就是我手上的這個原色太金屬 那第二名我給它的白色太金屬 那第三名我給藍色太金屬 跟第四名就是黑色太金屬 因為黑色太金屬感覺起來真的 比較一般 原色太金屬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背蓋這邊 我原本以為它的背蓋 跟它旁邊的這個原色太金屬的話 是顏色比較一致的 結果不是 它的背蓋是比較偏灰色的感覺 但是內層帶有一點點的原色太金屬的feel 旁邊的邊框這邊就是原色太金屬的顏色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 在很多人的開箱影片裡面當中 或者是在官方的素材當中 會覺得說旁邊的這個太金屬的材質上面 好像有法式紋 但是說真的 我現在這樣子看 除非你是超級無敵特寫的拍攝 要不然其實那個法式紋的感覺 不會非常的明顯 我覺得這個太金屬的顏色真的很好看 顏色太金屬也不是說完全不會沾染指紋 它還是會印在上面 只是說相較於黑色或者是 藍色太金屬來說的話 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準備撕膜 來進行開機的儀式 開機了 在等待它開機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來看一看它今年的配件 今年當然最大的改變就是這個 兩頭都是USB-C的充電線 注意這個盒子裡面它放的是一個充電線 而不是USB 3.0的傳輸線 因為Pro的版本它是有支援到USB 3.0的嘛 如果說你需要到這麼高的傳輸的話 記得要自己去準備一條類似像這樣子的USB 3.0的傳輸線 依照你個人的需求 不一定要買這麼長的 如果你需要進行外錄的話 或者是進行高速的資料傳輸的話 就需要去自備一條線 這個官方附的充電線它是編織繩的版本 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全部都是白色的 無論你的手機選擇的是什麼顏色 它都是白色的 台灣的版本還是有SIM卡 正在裡面 因為我們是可以插SIM卡的嘛 美國版好像就沒有了 美國版好像因為都是全面採用eSIM嘛 所以他們就沒有這個SIM卡 真的 這邊有一些蘋果的貼紙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泰文啊 有沒有懂泰文的人可以幫我們翻譯一下 這樣子是什麼意思 拿在手上第一個直覺 真的有比較輕 真的輕蠻多的 雖然說在數字上面可能只有20公克的差異 握持感上面是明顯的有不同的 因為從iPhone 12、iPhone 13或者是iPhone 14 握起來的手感其實都是相對來說非常的隔手 iPhone 15 Pro Max除了是拿起來的時候變輕之外 整體的手感真的也變得比較好 因為它在旁邊這一地方 它都有稍微做一些切腳上面的修飾 那包括螢幕這邊耶 把iPhone 14 跟iPhone 15 Pro 放在一起 就可以看得到這邊會有明顯的差異 iPhone 14 Pro 還是採用靜音鍵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很推的 iPhone 15 Pro Max 上面就把它改成了 Action Button 然後在下面的地方 Lightning 的接頭 也把它改成了 USB-C 的接頭 那其他的部分看起來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現在把它對一起之後 把iPhone 14 放在下面 你其實可以看得到 其實iPhone 14 Pro Max 它是相較來說比較大一點點的 那因為我提前就拿到 15 Pro Max 的手機殼了嘛 所以我要把14 Pro Max 把它裝上去的時候 是不行的 是裝不下去的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 今年的螢幕邊框變窄這件事情 其實老實說 你單獨看它的時候是覺得也還好 當你把它們兩個放在一起的時候 才會有比較有傷害的感覺 但是整體來說 我相當的喜歡iPhone 15 Pro Max的手感重量 甚至是你拿著手機的時候 那個邊框給你那個觸感也稍微不太一樣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更耐用啦 那拿到新的手機殼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當然就是要裝上新的手機殼 哦~~ 所以當當 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要特別感謝Castify 的知識 那上一次在整理的影片當中 有跟大家介紹了 他們家的最強防護的 MagSafe 金融 Ultra 中期防摔手機殼 以及適合日常使用的 MagSafe 金融 強悍防摔手機殼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是 Castify 的 MagSafe 金融 強悍立架防摔手機殼 看完以下的介紹 就知道它具備了多少功能 如果你是經常橫著使用手機 來看影片、追劇 或者是想要使用IOS 17 的新功能 就是它的 Standby Mode Standby 模式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款手機殼 Castify 他們很聰明的 直接把相機環 設計成一個手機的支架 0度到150度可以自由的調整 還是有通過兩公尺高的防摔測試 在不增加體積以及重量 具有保護性的同時 讓手機在日常的生活當中 可以有更多的便利性 還有應用性 那你白天上班 可以把它當成是日曆 放在你的電腦旁邊 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以把它立起來 放在你的床頭櫃 當成時鐘來去顯示 在吃飯用餐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的 直接把它立在桌面上面 來去追劇看直播 應用性非常的廣泛 另外一款是 MagSafe 兼容的鏡面手機殼 看不到 MagSafe 的線圈 簡潔高雅 它採用了電鍍圖 來達到和鏡面一樣的效果 除了保護手機 也能夠把手機的背面 當鏡子來去使用 那你會發現 因為這一次Castify 他們為iPhone 15 所推出的手機殼 全部都是 MagSafe 兼容的 因為 MagSafe 它真的很方便 那Castify 他們也為此推出了很多 MagSafe 的配件 例如說 Power Thru 磁吸式無線充電盤 超強的洗力可以安心使用 有各種可愛的插圖設計的選擇 最高支援到15W 的充電 也可以搭配強悍防摔立架手機殼 使用 Standby Mode 另外一個就是 Snappy 卡套支架 它可以直接的把單張的卡片 放在手機的背面 同時也可以當水平或者是直立的支架來去使用 我測試過 無論是 6.1 吋或者是 6.7 吋的 Castify 的手機殼 都可以使用 不會被那個鏡頭光那邊可以擋到 那當然它還是我維持Castify 的特色 有上千款的印花設計 也可以在上面客製化印製在上面 10 月 30 號以前 通過敘述欄尾裡面的連結 有85折的優惠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們 歡迎參考一下 那現在我們就來把它趕快的設定完成之後 我就立刻出去拍一些樣張還有影片 然後放在片尾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可是現在已經 6 點鐘了 天都已經黑了 我們就盡量啦 那這個週末我也會把它帶到新竹去 進行一些拍攝 那照片影片這些 然後會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有一個評測的影片 主觀評測影片 拿來跟iPhone 14 Pro Max來做一個比較 看是不是有所升級 還有它的這些Log的功能 對於一個影像的創作者來說 是有多大的幫助 它真的 Pro 嗎 所以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拜拜 吃冰嗎 吃冰嗎 我都会装 我会买这个 装脚 诶 它是牛奶鸡吗 我一直跟你说是牛奶鸡 这样走来路上 这样不一直拿着还是买 就吃了一点吃 我们下点来